Sphilichik一家生活在澳洲的阿瑟顿 某一天,他们决定为他们的小女儿Shallot寻找一个晚伴 于是,他们决定到当地的救援中心领养一只狗回家 而这个不起眼的决定,很快就让他们的生活变得一点也不平凡 你好,我是Io! 今天,我们为你带来了 这家人领养了一只恶犬 但五天后,他们听到了尖叫声 你最喜欢什么品种的狗狗呢? 在下方留言,让大家知道吧! 在给自己的孩子选择小狗时 人们通常倾向于选择那些性情温顺且友善的品种 可是,当Sphilichik家在给自己17个月大的女儿挑选宠物时 他们并没有选择那些温顺的狗品种 反而选择了一只杜兵犬 大家都知道杜兵犬吧? 虽然很多人都觉得他们很帅啊 有些人甚至把饲养一只杜兵犬列为了其中一个人生目标 但事实上,他们是最常被用来作为军事用途的军犬 拥有一定的攻击性 换句话说,就是他们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好样 杜兵犬是由Carl Friedrich Louis Dobermann 于1890年在德国阿波尔达培育出来的 当时他是一名税务员 并且经营着一个狗收容所 虽然税务员这个职业啊 现在听起来有点无聊啊 但在19世纪时 税务员却是个违宪甚至是致命的职业 因为当时没有电脑和邮件系统 Carl需要亲自前往人们的住所 收取税金 他必须穿过城镇的各种暗项 手里还拿着一大袋现金 因此他成为了强盗抢劫和殴打的首要目标 因为自己经营着一个狗收容所 并且接触过很多品种的狗 所以Carl决定培育一种新型狗 这种狗需要具备耐力、力量和智力 而最终他成功地培育出了 法兰西野狼犬、德国瓶犬、罗维纳犬 和威马猎犬的混合体 没错,这个混合体就是杜兵犬 想象一下 当你被一个人咬了的时候 你是不是觉得很痛呢? 然而杜兵犬的咬和力 至少是人类的两倍 甚至是两倍以上 所以被杜兵犬咬的时候 只会觉得更痛 此外 杜兵犬有一个强壮且肌肉发达的下巴 所以它们能紧紧地抓着猎物 而且它们的牙齿非常锋利 具有剪刀般的咬和力 因此它们甚至可以撕裂肉和骨头 结合杜兵犬无味和好多的性格 这种狗会在警察和军事领域中 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 然而正是因为这些特性 它们看起来不太适合成为小孩的宠物 事实上 Sphilichik家要领养的这只杜兵犬 还有着一段悲惨的过去 根据救援中心老板所说 在它们救出这只杜兵犬时 它已经因长时间挨饿 而导致体重严重不足 更令人心痛的是 它还遭受了前主人的虐待 身上有几个肋骨都骨折了 也正是因为这些经历 所以人们很难预测 这只杜兵犬在新环境中会有怎样的表现 毕竟在通常情况下 受过虐待的狗会表现出更高的攻击性 并且会对陌生人感到恐惧 可即使知道它有一段这样的过去 Sphilichik一家还是决定要给它一次机会 于是 它们把这只狗带回家 并给它取名为Khan 很显然 它们在这只狗身上下了个很大的赌注 只要一个不小心 它们的女儿可能就会有危险 在最开始的时候 它们好像赌赢了 因为Khan很轻松地融入了它们的家庭 一切看起来都很美好 另外 Sphilichik一家也不傻 所以 当Khan出现在小Charlotte附近时 它们会时刻留意着它的行为 就目前看来 它们相处得好像还不错 和往常一样 那一天 Charlotte和Khan在后院里愉快地玩耍 同时 它的母亲Katherine 则在家里仔细地留意着它们 可就在这时 Katherine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根据Katherine的描述 当时Khan的行为突然变得很奇怪 它开始表现出攻击性 并且不断地推挤Charlotte 而它的咆哮声和姿态 仿佛是在告诉别人 它要发动攻击了 于是Katherine马上冲了出去 可她的反应还是慢了一步 这时候 Khan抓住了Charlotte尿布的背面 但她并没有咬它 而是抬起头 把Charlotte扔到了 自己肩膀上一米多的位置 小小的语言 就这样掉在不远处的草地上 看到这个情况 Katherine马上惊恐地冲过去 检查自己女儿的状况 院子里 顿时充满了痛苦的尖叫声 不过 这些尖叫声 并不是来自Charlotte 而是来自Khan 听到这个声音之后 Katherine才看到了 潜伏在草丛里的东西 那是一条巨大的 综艺傲蛇 以其强烈的毒性和攻击性 而闻名 于是突然间 她好像能理解Khan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了 事实上 Khan很早就发现 Charlotte身后有一条蛇了 为了避免她受到伤害 Khan只能不断地推挤着Charlotte 想让她远离那条蛇 而当她成功救下Charlotte时 她的爪子 不幸被那条毒蛇咬了 而这 就是她之后痛苦嚎叫的原因 在搞清楚状况后 Sivling一家人 马上带着Khan 去找兽医 信号 兽医及时给她注射了抗毒血清 Khan 这才活了下来 直到那时 Sivling一家才意识到 他们差点 就要失去女儿了 大家如果不清楚 那条蛇到底有多危险 那IU就给大家说明一下 综艺傲蛇 是澳洲最大的毒蛇 根据资料 一条大型的综艺傲蛇 在一口咬伤中 可以平均释放出 高达180毫克的剧毒 但大家以为这样就完了吗 不不不 他们还会反复叮咬 和拒绝受害者 让受害者被咬伤的部位 出现很严重的痛感 肿胀和组织损伤 之后 还可能会出现局部坏死 被综艺傲蛇咬伤的致命性 也取决于受害者身体的质量 因为这决定了毒液的毒性 在受害者体内传播的速度 而作为一只成年雄性杜冰犬 Khan的体重 在34到45公斤之间 所以 她能够承受大量的毒液 并存活足够长的时间 来等待治疗 然而 Charlotte只是个幼儿 体重在8.9到11.2公斤之间 所以 如果她被综艺傲蛇咬了一口 那么 毒液会在她的小身体中迅速扩散 且很有可能 在Sphelichic一家 赶到医院之前就死亡了 事实证明 Sphelichic一家赌赢了 这只肚冰犬 也用行动来证明了 它们的选择是对的 如今 Khan不仅被Sphelichics家庭接纳 还彻底成为了 它们心爱的宠物狗 其实不只Khan 有过如此英勇的救助行为 世界上 还有许多狗狗英雄 在自己主人为难的时刻 挺身而出 接下来就和IU一起看看 其他的狗狗英雄吧 没有你可怎么办 想象一下 当你和你的家人 一起自驾旅行时 你觉得最糟糕的事情 会是什么呢 是要忍受 父母糟糕的音乐品味 还是要忍受 父母的牢道呢 虽然在我们看来 这些事确实有点难以忍受 但对于 Joseph Phillips Garcia来说 他宁愿听着父母的唠叨 也不想发生这样的事 2014年 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 Joseph和他的阿姨 以及表弟在一起旅行 当时 他和他的宠物小狗 Sekko 一起坐在货车的后座上 而Sekko是一只黑色的 国王牧羊犬 那是一个普通的日子 一家人开心地 沿着森林小径驾驶 可就在Joseph 睡着了的时候 事情突然发生了 悲剧性的转折 当时 Joseph阿姨 驾驶着的货车 突然失控了 一个91米深的山坡 并掉到了森林里 在这过程中 由于货车后面 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Joseph和Sekko 被甩出了车外 也正是因为这样 他们进城了 这场事故 为二的幸存者 虽然Joseph 在车祸中幸存 但他受了重伤 骨骨和锁骨都骨折了 虚弱不堪的他 根本无法移动或呼救 于是 他只能留在森林里 承受着寒冷和饥饿 并且随时都有可能 成为各种野兽的 美味小吃 幸运的是 陪伴着他 这是他永远忠诚的伙伴 虽然经历了残酷的车祸 Sekko自己也受了些轻伤 但他没有抛弃主人 反而继续留在主人的身边 并尽可能地保护好他 他会紧紧地依偎在 Joseph身边 让他取暖 而且他还会去寻找木头 让Joseph可以用 口袋中的打火机来生活 另外 跟令人惊讶的是 他甚至会把Joseph 拖到附近的小溪 去让他喝水 就这样 他们两个幸运地 挺过了一夜 有一天晚上 蛟狼的嚎叫声 蛟狼是狼的近亲 体重通常在 9到30公斤之间 虽然 他们看起来 有点像小狗 但请大家 不要被他们迷惑了 因为他们是野生动物 曾经还因捕猎人类 而上了新闻呢 由于Joseph 还处于重伤状态 所以对蛟狼来说 他绝对是个 容易捕捉的猎物 当这些蛟狼 越来越靠近时 Joseph知道 他的时间不多了 然而 就在这关键时刻 Sekko从他主人身边 站起来 并冲进了森林 紧接着 不远处 就传来了他们 激烈打斗的声音 虽然Joseph 看不到战况怎么样 但他隐约能听到 他们的咆哮和嘶吼声 之后不久 Sekko 就带着脖子上的咬痕 看玄柜来了 于是 Joseph 让他躺在自己的身边 他们依偎在一起 然后就睡着了 从那时起 Joseph的运气 开始逆转了 在事故发生了 40多个小时后 救援人员 终于找到了Joseph 救援人员 花了大约三个小时 才成功地将 Joseph和Sekko 从森林中转移出来 接着 他被迅速送往医院 并进行了 好几次的手术 之后 还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 才终于康复了 那么 Sekko怎么样了呢 Sekko 好的很 而且 他的应用行为 也没有被遗忘 在事故发生了近一年后 Sekko入选了 Purina 动物名人堂 不过 在那场与蛟狼的 勇敢战斗之后 还又已经认定 Sekko 就是黑色国王 牧羊犬的王了 让我们恭喜他 小型狗 也是很强大 有些人 好像不太喜欢小型犬 因为他们觉得 小型犬 只会不停地吠叫 不然就是一直在 瑟瑟发抖 不过 在看了接下来的故事之后 这些人 或许就会改变 自己的看法了 在日本公古市的 海边城市 83岁的退休老人 Tami Akanuma 正在他的家中 与他那12岁的西施犬 Babu 一起享受一个 宁静的笑舞 但他不知道的是 在那一天 也就是2011年 3月11日 这个国家 将会遭遇 9.1级的地震 而这也是日本 有纪录以来 最强烈的一次地震 地震阵阵央 发生在海洋下 29公里的地方 那里距离日本东海岸 只有大约72公里 这场地震释放的 巨大能量 引发了海啸 当他卷向海岸时 它的最高高度 达到了可怕的 40.5米 然而 Akanuma的家 仅位于距离海洋 198米的地方 不过 他当时根本不知道 这个怪物般的海浪 即将要朝他袭来了 但就是在这个时候 他的宠物西施狗 Babu 突然开始疯狂地跑动 并大声哭泣 虽然还没到 日常遛狗的时间 但Akanuma 没办法忽视 他家小狗 惊慌地叫声 于是 他给Babu 拴上了绳子 打算带他出门 可当他们 要离开家的时候 镇上的扬声器 拨爆了巨大海啸 即将来袭的警告 Akanuma 刚打开家门 Babu 就立刻朝着 与平时散步 相反的方向狂奔 他急切地引导着Akanuma 走了一公里的路 最终到达了 附近一座小山的山顶 他们刚到山顶后不久 海啸就冲上岸 并几乎冲走了 公固式的一圈 当时镇上有大约 405栋建筑物 被摧毁了 海啸也摧毁了Akanuma的房子 但更重要的是 他和Babu 在山顶上安全无恙 如果Babu 没有这么紧急地 催促他离开房子 那么Akanuma 就很有可能 成为512个受害者当中的 其中一个 所以 小型狗并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糟糕 而且 它们看起来 甚至能感受到 机箱到来的自然灾害 既然这样 那IU希望能拥有一只 能告诉IU 什么时候会下雨的小狗 这不是恶作剧电话 恶作剧电话 有时候确实能带来不少乐趣 比如 打电话给洗衣店 让他们送披萨过来 或者打电话给朋友 并让他们以为自己中奖了 虽然这些恶作剧都很有趣 但并不是所有号码 都适合被用来开玩笑的 事实上 给911打恶作剧电话 在美国是违法的 因为911是一项紧急服务 接到恶作剧电话 会阻碍调度员 对真正的紧急状况 做出反应 而这是他们无法接受的 所以在2014年 当IU州的调度员 第一次接到一个 只有抓闹声 和粗重呼吸声的 奇怪来电时 他们怀疑 这是个恶作剧电话 由于没有再听到 其他任何的声音 所以 他们选择挂断了电话 没过多久 这个号码又重新打了过来 调度员再次接起电话 但他们只听到 更重的呼吸声和抓闹声 所以毫不意外 调度员又挂断了这通电话 然而 这个号码 不停地拨打过来 调度员总共接通了10次电话 但每一通电话里的内容 都是一样的 调度员根本不知道 是怎么回事 只能不断地挂断电话 直到第10次 调度员终于能听到背景中 有人在发出痛苦的声音了 这时 他们才意识到 这是一个真正的紧急情况 于是 调度员马上追踪手机的位置 并将急救人员派往现场 他们到达了一所房子时 一只比特斗牛犬和拉布拉多混种狗 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他们 他把急救人员带进房子里 然后 他们就看到了 因癫痫发作而倒在地上的主人 他被迅速送往医院 接着 人们才知道 这位癫痫发作的人 是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 Terry McGlade 不过 我们还有一个谜团 还没解开呢 及那些奇怪的911电话 到底是谁打的呢 因为家里只有Terry一个人 而且他完全丧失了行动能力 可除了他之外 家里就只剩下他的小狗伙伴 Major了 所以这时候 调度员们才终于意识到 原来是Major在打电话求助 大家可能会认为 这是不可能的 毕竟 一只狗怎么可能会使用iPhone呢 事实上 当Terry在阿富汗服役的时候 就因被爆炸装置疾伤 而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压力症和癫痫 因此 他领养了一只 受过训练的救援犬 也就是Major 当Terry倒地后 Major很清楚地知道 自己该做什么 于是 他从他的口袋 阿富地踩在手机屏幕上 由于Terry的手机 设定了紧急求救 所以当顶部按钮 被按住几秒钟时 手机便会呼叫911 就是这样 Major成功地救下了他的主人 不说了 阿佑要去训练小狗 怎么订购披萨了 金发美女是笨蛋 在西方国家 人们常对金发美女 有一种刻板印象 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总觉得金发的美女 通常都不太聪明 虽然在阿佑看来 这种刻板印象非常荒谬 但这个印象 却意外地在一只金色狗狗身上 体现出来了 2018年 一只名叫Todd的金毛巡回犬 和他的主人 Pola Goodwin 一起在亚历桑那州 徒步旅行 当时 Pola也当了一次 笨蛋美女 因为他完全没有发现 自己要踩到一条 响尾蛇了 当那条受尽的响尾蛇 卷起来 并准备攻击Pola时 Todd跳了出来 并用他那毛茸茸的脸 挡住了响尾蛇的咬急 虽然这是一件 非常英勇的事 但这也是件 非常愚蠢的事 为什么阿佑会这么说呢 事实上 响尾蛇拥有剧毒 他的毒素 可以导致组织损伤 和内出血 当被咬后 大家都必须立即 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如果不进行处理 毒液会导致 严重的器官损伤 甚至是死亡 因此 Pola立刻将Todd 送到了兽医医院 让Todd在被咬后的 十分钟内 就接受到了应有的治疗 不过 他的应用行为 也带来了后果 没错 他变成了一个 蜜蜂小狗 虽然在Pola的眼里 Todd依然是个英雄 不过 IU还是希望 这对金毛组合 以后可以更加注意 自己周围的环境 并且不要再犯唇了 听我的 请听车 维尔纳扎 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市镇 它位于意大利 西北部壮丽的 海岸线上 但在2011年10月 这个小市镇 经历了巨大的变化 因为它遭遇了 一场巨大的洪水 整个市镇 被3.65米深的泥浆淹没 而就是在这个时候 Polo Baradisi 和他的小狗Rio 发生了一件 离奇的事 当时Polo 正驾着车去上班 而坐在他后座上的 是他在一个月前 从塞尔维亚 领养的救援犬 Rio 在他快要到达 目的地时 一场严重的暴风雨袭来 他根本看不到 前方的路 所以他小心翼翼地 开着车 然而 当车子 开始转向悬崖时 Rio突然从后座 跳到了主人的身上 于是Polo 不得不停下车 并开始生气地 训斥Rio 就在他试图把Rio 从他腿上抱下去时 他迅速地倒退汽车 并离开现场 直到事后 Polo才意识到 是Rio的行为 拯救了他们 或许是Rio 敏锐地听觉 捕捉到了山顶上 移动的延时声 毕竟 狗有着敏锐的听力 能够侦测到 比人类远四倍的声音 所以 在Polo 还没察觉到 悬崖即将要坍塌时 Rio大概已经 感觉到了危险 所以 他才突然跳到 主人的腿上 提醒了他的主人 为了纪念 救他一命的小狗 Polo将他的酒店 命名为Rio 所以 如果大家有机会到 维尔纳扎旅游的话 可以考虑 住在Rio的小窝 你最喜欢什么 品种的狗狗呢 在下方留言 让大家知道吧 希望你会喜欢 这一集的影片 别忘了在影片下方 按个喜欢 也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和接收通知哦 如果你喜欢 这一集的影片 也请分享出去吧 感谢你的收看 这里还有一些影片 我们认为你会喜欢 我们一起到 下一个影片 脑洞大开吧 拜拜